陶敏是在2017年认识的孙景 他当时前往北京做项目 而孙景是总部的一个同事 他比他年长五岁 快四十岁了 在这个年龄的男人 用帅气来形容不太合适 而是一种成熟的韵味 他儒雅 整洁 认真又敬业 常言道 专注的男人最帅 这句话用在孙景上 他身上再适合不过 实际上 陶敏与他的见面次数并不多 但爱情往往与相处的时间无关 仅是那寥寥几次的接触 就足以让陶敏心动不已 有了怦然心动的慌乱感 说实话 自己早过了恋爱脑的年纪 所以这段情感的发生 才更加令人震撼 毕竟 他已经是有家有子的女人 陶敏是25岁那年结的婚 他和附敏是相亲认识的 两人都毕业于一本名校 陶敏在一家500强外企的市场部上班 附敏出身农村 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路披荆斩棘 进了国资背景的奶业公司销售部 第一次见面 陶敏就发觉两人性情相近 低调 理性 对事业都抱有极大热忱 陶敏总记得第二次见面时的一件小事 他俩周末一起去看电影 中间附敏公司来电话 说临时让他出一份计划 明天就要 附敏依然陪陶敏看完电影 吃过晚饭 才回家赶通宵 在见面的时候 陶敏和他说 下次有工作 就先忙工作 没必要非要陪我 可附敏却说 还是要的 我不想让你觉得 我把事业看得比爱情重要 我觉得平衡不好事业和家庭的男人 不是有事业心 而是能力差 陶敏的脸微微红了 说 谁跟你是家庭了 附敏的脸也跟着红透 却又认真地说 敏敏 我很想和你有个家 陶敏就是那天爱上傅敏的 因为可靠的男人 不是当下多有钱 而是有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其实在傅敏眼里 陶敏何尝又不是一个 智性又理性的女人 从见她第一面起 傅敏就被她 与众不同的气质吸引了 漂亮 大气 干练 和自己一样 有着向上的事业心 曾经和同学聊女朋友时 她就说过 找女友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共同语言 能理解自己 陶敏仿佛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个 从恋爱到结婚 到生子 两个人的节奏 始终都保持着一致 他们很少吵架 更多的是彼此理解 陶敏正是事业上升期 傅敏就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傅敏摸到了销售渠道 想和朋友一起开公司 陶敏就真金白银地 支持她闯事业 这么多年下来 傅敏风光过 也低潮过 陶敏始终如一地支持着她 在外人眼里 他们一直是模范夫妻 他从没有想过 有一天 陶敏的心里会有了别人 傅敏觉得 自己在父母 亲戚朋友 还有朋友圈里 秀得恩爱和岁月静好 都是笑话 他们的儿子都上小学了 老夫老妻的生活 没有一丝有问题的征兆 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 陶敏加班 儿子还没放学 傅敏在家收衣服 看见了放在壁橱上的日记本 陶敏有记日记的习惯 本子就天天放在那儿 他们一直没有太多隐私的界限 傅敏随手就拿起来翻了翻 于是他看到了 另一个男人的名字 孙景 傅敏的手在颤抖 陶敏回来时 他摔着本子质问他 你把这个东西明目张胆地放在这 是不是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其实陶敏也问过自己 他把记着秘密的日记本 唐而皇之的摆在那儿 是不是潜意识里希望傅敏去发现他 只是他分不清 自己是希望傅敏发现后 拉回这段感情 还是就此分离 那几年傅敏过得不太好 和朋友合开的公司 磕磕绊绊 终是关门清算了 之后 他一直都在挑挑拣拣地找工作 高不成 低不就 心态有点失衡了 陶敏看在眼里 但不敢说 男人的自尊心 有时比女人更脆薄 一具关心 可能都成了扎心的刀子 陶敏很怕傅敏觉得 是在催他找工作 就在这段纠结的时间里 陶敏遇到了孙景 他们在北京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一起做项目 通宵加班的夜晚 孙景一边吃汉堡 一边翻数据 陶敏坐在他的对面 莫名就心动了 他让他想起了初时的傅敏 也曾这样拼搏上进 光芒万丈 从北京回来 陶敏心里便留了影子 他深知自己为人妻 为人母 可感情发生了 并不会因为身份而消逆 特别是当青春渐行渐远 那种难言的悸动 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像一具不惜的魔咒 鼓噪的他不得安宁 是一个月后的深夜 陶敏忠是给孙景写了封邮件 他说 您不曾写信 再次提笔 竟然是写这样一封信 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 有人在偷偷喜欢你 没错 这个人就是我 说出喜欢 需要很多勇气 你没有嘲笑我吧 从未想过要索取什么 只是让自己的心理好受些 从此以后 不再联系 祝福你一切顺利 邮件发出后 陶敏大哭了一场 眼泪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 这种复杂的情绪 被写进日记里 傅明看到这一段时 立生质问他 你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哭 陶敏看着摔在地上的日记本 想立刻消失在这个人间 在傅明面前 他无比羞愧 他从没见过傅明哭 没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从相识之初 傅明就没对自己吼过 多大的问题 他们都会协商解决 为了给儿子好的成长环境 傅明从不会在儿子面前 表现出激动的情绪 然而现在 所有的一切都崩溃了 陶敏特别后悔 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的爱人和儿子 为什么会纵容自己 亲手毁掉这个温暖的家 如果当初没有发这封邮件 就不会有后来那样痛苦的局面 其实陶敏发完邮件后 换掉了手机号码 删除了孙景的微信 那时候 他的理智上在 还知道感情的界限在哪 可是两天后 一个陌生的电话号打过来 是孙景 他说 知道你说话不方便 我说你听着就好 其实我能感受到你的真诚 生怕一不小心亵渎了他 喜欢无罪 做一辈子朋友可好 孙景也有家庭 话语间把握着 恰到好处的尺度 不过这个尺度 也只维持到第二次见面 依然是在北京 工作再次把两人推到了一起 他们一起吃了饭 聊的都是工作 十分安全的话题 直到深夜 孙景送桃敏回酒店 气氛忽然就微妙起来了 陶敏打开电脑 假装看了会流件 孙景坐在旁边 看着他 两人都有些紧张 那种想爱却不能地委屈 那种身为人妻 却别有他恋的羞耻 一股脑地涌上陶敏的心头 让陶敏无可抑制地哭出来 那是他们之间最凶险的一次 激进快要打破底线 但两个人中还留着最后的理智 浇吸了无限膨胀的荷尔蒙 孙景说 我能理解你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傅明问陶敏 他理解你什么呢 我和你在一起十几年了 有什么他能理解 我不能理解的 陶敏不知道要怎么说 后来的日子 他和孙景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交流 他喜欢和他谈心 聊聊学生时代的努力与磨练 工作中的坎坷与无畏 他发现自己和孙景太像了 性格 思维 内心 他就像他内在的镜像 因为工作 他们几个月可以见一次 然后肆无忌达地畅谈 那种时刻 特别安宁 孙景说 没认识你之前 我总是博好车子 在车库里坐一会儿再回家 不是嫌家里人烦 就是想一个人 到了我这个年纪 想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特别难 陶敏说 不到你这个年纪 我也懂 说实话 这几年来 陶敏的职位升了又升 每天要工作 又要管儿子 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他明白那种 把自己关在车里的感觉 不是喜欢孤独 而是还原自我 他想有个人 不把他当成领导 下属 母亲 女儿来看待 而是当作一个普通的 被欣赏的 被关爱的女人 然而 附明正现在自己糟糕的事业里 不可自拔 他仿佛在印证着 自己当初的说过的话 平衡不好事业和家庭的男人 不是有事业心 而是能力差 附明和陶敏直吵了一架 他大哭 叫嚷 用一种虚张声势的盛怒 掩盖着内心的崩塌与脆弱 他搬去了酒店 因为面对陶敏 他的大脑根本无法冷静 他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的失控 他可以选择离 或是不离 但绝不能以歇斯底里的方式收场 傅明关了手机 整整把自己封闭了两天 他想静一静 想想自己的这些年 事业的失败 让他自卑了 曾经的拼尽没了 他怕陶敏问起工作 怕他指出扎心却无力改变的问题 慢慢地 他干脆变成了零沟通 他与他 在这个家里活成了两套系统 各自奔波着各自的事 儿子曾是他们唯一的关联 现在也渐渐退化 暑假 陶敏总要带儿子去旅行 开阔他的眼界 这几年 傅明很少跟着去了 工作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个钱也要陶敏来出 说没有心理负担 那是假话 之前清算公司 不但前期投入的50万血本无归 为了还债 又贴了几十万 陶敏虽然闹过脾气 但没有任何犹疑 一分不少地帮他还了 他其他的不争气 但从未怀疑过 他的人品与爱情 其实一段感情出了问题 就该全推给犯错的一方吗 傅明可以这么做 但他没有 陶敏错了 但不代表他就全对 陶敏明明有机会 却仍守住了身体的底线 说明在心里 他还是爱他和这个家的吧 傅明是在半夜打开手机的 陶敏的短信和微信 一下冲了上来 他向他道歉 求他原谅 他说 大明 如果还有可能 就给我和这个家一次机会吧 傅明看着大明那两个字 眼睛一瞬湿润了 多少年 他们都没叫彼此的昵称了 他回 明明 我们谈谈吧 陶敏很感谢傅明 给了他一次挽救的机会 他们没有太多的促膝常谈 都是成年人 改变都放在了心理与行动上 陶敏给孙景打了电话 告诉他傅明已经知道 以后不会再联系了 孙景一直在电话里向他道歉 说给他添了麻烦 不久 他就辞职换了工作 傅明终于在一家小公司安定下来 虽然挣得不比以前 但对未来满怀希望 每天下班回来 他都会和陶敏一起做做家务 聊聊天 他会说他的近况 分享他白天的去世 陶敏和儿子听他侃侃而谈 就有了温暖的幸福感 他发现 人真的会在婚姻后二次恋爱 因为你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也重新认识了自己 而爱情有了明晰的方向 也就渐渐远离了那些隐匿的暗交 那年暑假 陶敏准备带儿子出国玩 傅明的工作怎么排都差几天 陶敏说 要不这次就我和儿子去吧 傅明却坚持说 那我就晚几天去 总比不去强 陶敏总记得在东京机场 傅明晚来了三天 他和儿子去接他 傅明看见他们时 高兴地抱了儿子 也抱了他 两个人紧紧地贴在一起 挤掉了所有的隔阂 陶敏的眼圈忽然红了 傅明飞快地察觉到了 他捏他的鼻子 吻他的脸颊说 胡思乱想什么呢 人要朝前走 往前看啊 五年过去了 傅明再也没有提过 这段婚姻中的意外 儿子也只模糊地记得 爸妈曾吵过一架 只有陶敏 还无法忘记 他无法忘记 面对傅明时的羞愧 也无法忘记 傅明找他谈话时 问他的问题 那天 傅明从酒店回来 对他说 问你个问题 你好好想想 别急着回答我 你是因为我不够优秀 才爱上别人 还是因为我对你不够关心 才一情别恋 如果是前者 我们不用继续了 是啊 人生漫长 不可避免的 婚后会遇到更加优秀的人 难道要不断更新吗 其实 木墙是人类遗留下的天性 但感情却是人类进化出的品性 如果把婚姻建立在天性上 我们必然会不断地追逐更好的另一半 只有把婚姻建立在感情上 才能建起稳固的 长久的家 陶敏很庆幸 自己的人生遇到了傅明 在他站在是非的临界点时 问了他这个问题 有时陶敏也会想 当初明目张胆地 把日记本放在柜子里 就是下意识 想要傅明拉住自己吧 再过几天 就是他们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 傅明想办个婚礼 弥补当年没有给陶敏婚礼的遗憾 陶敏同意了 漫长的婚姻路上 有些意外和仪式 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还爱着对方